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好公开课 这一次是个特别篇 我想带大家看看 八百壮士的故事 要说八百壮士的故事 就要先说说 它是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八百壮士的故事 是发生在中国跟日本 发生全面战争 俗称八年抗战的 这段时间里面 第一个大规模战役 松户会战的最后时刻 也就是说 在八百壮士的故事结束之后 松户会战暂时就告一个段落了 那么松户会战又是个什么战役呢 它是中国请权力跟入侵的日本 在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 打的一场非常惨烈的大规模战争 国军三亡数十万人 给了日军重创 但是己方精锐损失殆尽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中国跟日本战争 不是都是什么持久战 拖延战 然后利用地形地势阻截日军 然后要拖死日军吗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 一开始就打如此惨烈的战役呢 这其实是蒋介石的一个赌注 只能说很遗憾他赌输了 独立时很容易有个后见之明 我可以在这里非常轻易的批评 他一百个错误 但是我想先跟大家讲 在当时他做这个决定 可以说是有合理性的 我们先还原一下情势 当然了他这个决定也有人反对 比如说在战役结束之后四个月 但是为什么宁可冒这么明显的失误的风险 蒋介石也一定要在上海决战呢 原因是因为蒋介石要打的是一场政治战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 以一个国家领袖的高度来说 他这样做 你只能说他在赌 你不能说他是蠢 因为赌赢跟赌输其实是各有可能性的 赌输的人你不能指责他一开始不应该赌对吧 因为蒋介石的谋划是 要让西方列强看看 中国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 因为如果你被日本一打就垮的话 那我帮你干嘛 不突然得罪日本 所以如果中国能够撑得住 那么援助中国才有意义啊 还有希望让西方国家利用他们的记者 在上海 因为上海是一个西方国家看中国的窗口 看看日军到底有多野蛮跟凶残 对日本的进攻造成一些压力 这至少是一个弱国 被日本这种强国进攻之后的一种 最少的期望吧 所以松物会战是一个政治意义 大于军事意义的战争 你不能单从军事角度来看它 那我接下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整个战役的过程 首先呢开战之前 日军大概有5000人在上海 不算太大规模的部队 而蒋介石希望啊 能够利用几个精锐的德谢师 把这几个日军的部队赶下黄埔江 让他们呢在上海啊 先吃一个亏 这样子一来呢就可以在战争开始的时候 打一个开门红 让国际社会看看 这几次有战斗力的 只是没想到日军这5000人并不好对付 他们依靠着火炮优势跟坚固的攻势 后来查明是钢筋水泥的 硬是顶住了国军几倍兵力十几天的攻击 等到日军征援部队赶到攻守之时就逆转 此时蒋介石就骑虎难下 为什么 因为他这时候总不能说不打了吧 这时候大家眼睛睁睁睁的在看着 上海可是有无数外国人的眼睛 于是他只能继续添兵 最后添到了什么程度呢 添到了国军70多万 日军也添到了20多万 硬生生是从一个局部决战 打成一个全面决战 而且其实国军的不利点 随着战争一拖长就看得非常明白 英勇报国的国军精锐 在装备不足的情况之下 硬是冲军日军的火炮网当中白白牺牲掉 只为了替国家保存一点颜面跟尊严 只能说当年看这故事的时候 是觉得很感伤的 当然了身在其中的人铁定更有感受 像顾祝同 白崇喜 张志忠等等到过现场的将军 都在劝蒋介石不要在上海决战 战略撤退 拉回自己的地盘 让日军深入我们的腹地再打 其实蒋介石本来也想 差不多了 上海可以了 准备退了 但是部队的命令刚刚发出去 部队刚刚转移 消息传来 九国公业会议要在11月3号召开 蒋介石马上就召回部队 要求再坚守两个礼拜 再坚守两个礼拜 再撑一阵 这样要获得更多国际知识 很多朋友的第一个不懂的点 就在这里 这个九国公约会议是个什么 它不过就是大家开个会吧 这种会能对日本造成什么样的实质压力 能给中国多少帮助 干嘛期望这个白白牺牲国军呢 这里我要稍微补一下 1930年代是一个国际姑息主义氛围 非常浓厚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 列强要干预像日本这种国家的侵略 其实是很少的 他们大部分都坐山观虎斗 不过九国公约确实是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背后主导者是美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欧洲列强都撤出中国 回到欧洲去决战 这时候日本趁机在中国侵略 这就是有名的21条五九国尺 要侵略山东 在一战结束之后 日本又强占山东 造成中国民间极大的愤壇 这就是武士运动的背景 那后来山东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靠这个九国公约 当时美国在华盛顿召开一个海军会议 商讨裁军 来的国家当中都是跟中国利益有关的 于是美国又操纵了一个舆论 最后在九国公约的体制之下 要求日本跟中国签一个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 算是压迫日本把山东还给中国 就这个角度来看 九国公约其实是对日本有一定程度的嚇阻力的 所以此时蒋介石就希望 能够在国际上多获得一点支持也是好 并且是说北方已经开打 上海战士又很不利 能有一点国际支持 也许是中国唯一的安慰吧 可是这个决定是致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久之后 其实就几天之后 日军从南方的杭州湾北岸强行登陆 这样子一来 还没撤出上海的数数万国军将士 就身陷重围 稍微来讲细节一点 10月20到30号 这是松木会战的最后阶段 日军组成第十军 在杭州湾北岸登陆 来的是谁呢 第6 第16 第18 还有114师团 这里稍微科普一下 当然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 日军的师团 在编号前20的 都是很资深的 号称甲种师团 当然终于有缺额 大概有17个 其中前6个师团 都是最老字号 甲午战争时期就有的 最强的呢 最强的是第5跟第6 第5师团就是 板元曾四郎的师团 又叫板元师团 也叫钢军 这个板元师团 在中国是号称战绩第一的 他跟中国超过70个以上的师 在不同时间地点对战过 从来没输过 这个时候的板元师团呢 在北方 在山西 在打山西方面的国军 那第6师团呢 第6师团倒是装备没有特别好 但特别凶惨 特别没人性 南京大屠杀就这群畜生干出来了 把第5第6都押上中国战场 你说明此时日军其实也是 压箱底进出了 但是就在这个局面底下 被这样子的精锐部队从南面包抄 你可想国军是什么情况 但是日军精锐进出之后 蒋介石仍然打算赌一把 他还在期待九国公约会议 只要召开就能压制日军的行动 结局就是三天后 国军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压力 权限溃退 在撤退的过程中 总需要有人电后的 八百壮士的故事 就在这个时间下登场 如果你对八百壮士的故事 大概就只想有个概念的话 你看到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接下来我就要讲细节了 那如果你想深入一步了解的话 请接着往下看 来 我们稍微重建一下 整个松木会战的基本结构 当然这些战役 我以后都打算要详细说 首先是第一阶段 8月13到9月14 这差不多是第一个月 在这个月里面 日军在兵力上没有优势 他的各种资源还没到位 所以国军是可以强攻的 但问题是日军守得非常坚固 这一个月到底为什么要打 这是因为蒋介石 希望利用这个战役 吸引国际的目光 希望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 可惜打了一个月 两个方面都没有达到效果 一是国际列强的支持并没有到位 二是日军并没有被赶下海 反而是日军越守越稳固 他的增援不断到位 在这个月过去之后 双方兵力的优势开始逆转 火力更是开始不对的 于是日军就开始转手为攻 这就第一阶段结束 第二阶段大概两周时间 从9月15号到9月30号 在这个阶段 国军已经变成了 从阻止日军登陆 这不可能的 变成在上海市区 跟日军打激烈的巷战 利用上海的各种钢筋水泥的大楼 阻止日军进攻 但是呢 这两个礼拜也是国军伤亡 非常惨重的两个礼拜 因为这时候日军的精锐 已经陆续到位 而且 舰炮支援 空中火力支援 不断的碾压国军 很多国军精锐部队 在投入之后 都是几个小时 就被消灭殆尽 想想真的很心痛 这些国军如果之后 能在其他的战场上面 跟日军周旋 或是用游击战 或是伏击战的话 其实会有更多效果 可惜为了国家 他们都在上海的巷子里面牺牲掉了 最终9月底 日军突破了国军防线 接下来战局就变成了一个赌博 如果在此时 国军愿意有序撤出上海的话 还有机会 偏偏这个时候 就收到那个 九国公约会议要开会的消息 于是蒋介石想 再守两个礼拜 再守两个礼拜 只要再撑过几个礼拜 就有机会了 结果是这样子 从10月1号到10月18号 在这个阶段 双方不断在上海僵持 国军是用生命在等待 那个国际资源能否到达 而日军则是不断的包抄国军 最后呢 出现了一个国军致命性的误判 当时啊 国军高层认为 日军不太可能分散兵力 从杭州湾登陆 所以并没有在这个方向 设下重兵 偏偏日军就从这里来 于是 当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之后 他就变成了南北夹杀 在上海滩的国军 这时候数十万国军就陷入 日军的包围圈当中 此时已经没有别的机会了 只能往后急速撤退 也就是说 其实逃命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国军已经失去了 有剑制的指挥 因为很多精锐的中下层军官 这其实是国军最宝贵的战斗力 国军武器装备不行 但是呢 人的意志力很坚强 但其实你不能期待那种文盲士兵 真正有保家卫国大决心的 是那些中下层的士官 还有连长 营长 牌长这些人 这些人是国军真正的战斗主力 但在之前的一个多月的战役当中 这些人都消耗殆尽 所以接下来的国军就是大量撤退 而且是无组织 无纪律的撤退 就是溃逃了 10月19号到10月31号 日本发动总攻 国军节节败退 开始退出上海 就在这个时候 八百壮士的故事开始 接下来呢 我要讲得更细了 如果你对八百壮士的故事 非常有兴趣 我用几个问题 帮你把八百壮士的故事 概念说清楚 来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选四行仓库 这是个什么地方 四行仓库呢 它是在租借的边边 也就是说 它背后有一条苏州河 然后旁边有一条新垃圾桥 对 名字就叫新垃圾桥 然后在桥的对岸就是租借 也就是它背靠的租借 如果你对四行仓库使用重火力 你有可能一炮打到后面的租借 而且后面的租借里面 还有英军美军的军队 虽然不多 但是人家是插着英国跟美国国旗的 你总不能在开战初期 就跟英美杠上吧 还有万国商团 也就是日军算投鼠机器 更重要是国军的 部队有勘察到 有一个很重要的 在四行仓库后方 大概200公尺处 有两个巨型的煤气罐 日军如果在这里 进行毁灭式的轰炸 有可能引爆这个煤气罐 到时候直接把整个 租借边缘的房子都炸掉 它一定会造成英美人士伤亡 日军确实不敢这么做 所以四行仓库算得上是 撤退的时候 不得已的选择中最好的地方 第二个 那为什么只有800装士 事实上只有400多个人 那为什么 只有这么少的人呢 原因是因为 这个死守四行仓库 是要拖延日军的进攻速度 掩护大部队撤退 这已经不是决战 此时国军已经打了 从8月中到9月中到10月中 两个多月 金锐其实已经伤亡殆军 国军已经没有战斗下去的勇气了 所以这个时候 就只能让少数的人 留下来拖延日军 算得上是牺牲打 还有后来根据谢敬元的子弟 在战争结束之后接受访问 他有回答记者的提问 他是说 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 这时候已经是10月26 11月3号 这时候日期已经确定 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将召开 九国公约会议 如果战争还能再支持几天 到那个时候 就可以借此号召国际社会 谴责日军的侵略暴行 因为还在打 还在打就要谴责日军 要求他停火 那就可以要求日军全线停火 假如11月3号已经打完了 那日本可以编出100种理由来搪射 所以有必要再坚持几天 所以啦 88师就留下无二四团 准备死守砸北 要用生命来换取这个最后的机会 那么具体来说 四团仓库本身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能守那么多天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四团仓库是一个大概25公尺高 大概八成楼高的 钢筋混泥土建筑物的仓库 他旁边也都是仓库 他建于1931年 建筑面积大概2万平方公尺 换算成平大概6000平 你可以感受一下 差不多是一个超大体育馆的感觉 这个仓库是因为有四个银行合资建设 所以叫四行仓库 先前呢88师就是直接以这里为师部 所以大量的食物啦 救护用品及弹药都在这里 这里是一个很适合打 至少是坚守战的地方吧 只能这样说 这事实上是一个牺牲打啦 不过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地方 所以选四行仓库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你如果在电影中看到国军的弹药 怎么好像都打不完 原因是因为那里本来有一个师的储备物资 那现在用半个团都不到的人来守 那当然是可以用到啦 再来 那到底有几个人 八百丧四是一个虚称 大家都知道 那到底有几个人呢 事实上啊 他的人数是以88师第五二四团 第一营为鸡干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家长营 三个步兵连 一个机枪连 大概就414位 这414位壮士 号称八百丧士 这里要介绍三位军官 这里稍微要讲正宗一点 忠孝团副谢靖元 这位是非常有名的 基本上八百丧士就是以他为典型 留在人们的心中 后来台湾这里拍了一个八百丧士的电影 由这个柯骏雄主演他 这个英雄形象一直留到今天 我现在想到八百丧士的形象 我都会先想到他的脸 他在战后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然啦 这个谢团长的遭遇最后不是很好 他被汉奸刺杀了 再来是两位知名度比较低的人 但这也是我想稍微提一下的 就是少校第一营营长杨瑞福 这位呢也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注意 这两位谢团长跟杨瑞福营长 这两位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是非将军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首例 可以想见当时啊 国民政府对这两位的战功是非常肯定 那第三位是谁呢 第三位是第一年的上位连长上官治标 这位后来来到台湾 他就住在台湾 后来跟国军一起来到台湾 这位是在谢信伦团长被汉奸刺杀之后 继续领导孤军的 可以说是下一代的营长吧 所以呢 这三位是在八百壮士的故事中 特别值得记住的三位 那我来稍微讲一下 他们到底是怎么指挥的 谁在指挥呢 其实谢信伦团长是黄埔四旗 他原本是八十八师二六二旅的参谋主任 他在开战初期都甚至不在这个部队里面 他在十月初啊 才出任二六二旅的二五士团团附 到任才肃兴起 正常情况下 他是不认识太多小兵的 他跟士兵不怎么熟 所以具体的指挥不太可能由他来进行 但是电影为了要集中光环在主角身上 往往都会刻意描写他 不过这是事实要稍微说一下 当然也要顺便提一下 不能说顺便 要特别提一下 实际指挥布置任务分派的 跟英勇奋战的应该是杨瑞福营长 他在生前回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他的命运挺悲惨 我不想在这个很短的故事里面讲得太详细 但我只能说他在抗产期间就过世 而且他是在大后方这个病逝 感觉很悲惨 他说啊 在二十六日晚进入四行仓库 一直到二十八号晚上八点 才有机会向各连的官兵介绍谢靖元 也就是说前两天战争激烈的时候啊 都是由杨瑞福在指挥的 希望大家能记住他 再来那到底打了多久呢 答案是四天 我来分别把这四天的过程简单叙述一下 首先 10月27号的时候部队抵达仓库 这是战斗的第一天 后来呢 这个记者是报道 第一天的时候 谢靖元团长 当时他是团副 不过没关系我们是他会团长吧 谢靖元团长呢 就在国军的弟兄面前 发布了这种死守四行仓库的宣言 也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还愿意留在四行仓库里面的 四百多人都是有必死决心的 不管你怎么评价这个战役啊 没有意义啦 只不过是拖延时间啊 是打给大家看的啦 我认为这种事后批评有失公道 当时愿意留在这个仓库里的 都是报必死决心的 因为他们知道留下来可能不会有退路了 当天下午战争就开始开打了 不过我也必须要声明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太大规模的战役 同算四天下来 日军大概伤亡两百多 国军大概伤亡二三十人 他只能说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巷战 但是因为他的象征意义实在太大 所以呢 他值得数十年之后的我们还记住他 当天晚上九点 从下午一点达到晚上九点 日军停止进攻 那国军就开始做饭 准备休息 并且加强防御攻势 当天计算起来啊 大概有数名的守军受阵亡 然后有四人受伤 算是不算太大的伤亡 这是第一天的情况 再来 10月28号战斗第二天 此时报纸已经开始报道 为什么 因为核的对岸 苏州核的对岸就是租界 租界里面的人都很关心 上海到底打得怎么样 此时有一支孤军留在四行仓库 应付日军的进攻 这当然就像野火燎原一样传开来 于是中方的所有报纸 都开始报道八百宗市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称号 那当天呢 日军都几次强攻都想拿下来 因为日军也可以看到报纸啊 他当然不希望留下一个仓库 来增长国军的士气 不过这一天 其实日军已经切断了 仓库的供电及供水 所以此后呢 仓库里面就没有足够的资源 当天呢 上海市民开始捐赠物资 而且记者也开始冒险进入仓库采访 所以如果你在电影里面 看到这种情节的话 它是事实哦 这并不是电影虚构的 更重要的关键来了 当年看过那个老板的 八百宗市故事 都应该记得那个 由林欣霞演的杨慧敏嘛 对 当天半夜啊 这个中国的女童子军杨慧敏 冒险游过苏州河 冲过火网 然后呢 送去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这是真实历史事件 也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刻 那杨慧敏就问那个 在防守的守军 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他们的回答就是啊 适时保卫四行仓库 他们不准备活着离开 要跟日本拼了 那杨慧敏当然是很感动啦 于是呢 他就希望说 那至少让我把 你们的名字带回去吧 希望告诉全国人 有这么英勇的将士 那么 可是这个时候 你总不会跟人家讲说 我们其实没有八百人 我们大概四百多人 这样子有点没气势 所以谢迅元就让部下呢 根据原来五二士团的名册 伪造了一份 整整八百人的名单 这就是后来外界都说 他们是八百壮士的原因 那报纸上也都这样写了吧 再来是10月29号战斗第三天 此时呢 杨慧敏送来的国旗啊 在早上举行的升旗典礼 不过跟电影中 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没有那么多那种 护旗的很光辉的形象 因为很现实 升旗完之后 日军就来了 你当时要以防卫日军为主啊 一群人在这里守着一面国旗 然后放着日军进攻大楼 这是不切实际的 不过河对岸倒是有三万多人 参加升旗典礼 这大概是可以想见的 非常令人感动的升旗典礼 当天中午呢 日军开始以加龙炮 跟轻装坦克 发动大规模进攻 你可以说第三天 其实就是四航三航 最危险的一天 在这一天呢 就发生了一名富商的士兵 没有留下名字 但是有留下影像 因为有一个意大利记者 在远方拍下这个影像 他身上绑着炸药 也有人说是手榴弹 因为相片实在很模糊 看不清楚 他跳下楼去跟日军同归于尽 他一个人就炸死20多名日军 总之呢 此时是战况最激烈 也是最危险的时刻 然后市民们开始用大字报 通知守军日军的行动 甚至有一个人打电话去告诉守军 因为电话线还能通日军在进行什么行动 这时候这场战役 已经是举国皆知 连蒋介石都知道 还有几百个人留在上海 跟日军做最后的决战 所以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规模的 几百人的小战役了 他已经是一个牵动国际视听的战役 也就是说蒋介石一开始希望 用数十万国军生命 达到那种所谓的国际资源 至少是国际声望跟国际知名度 最后就被这几百名弟兄办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八百中 是特别值得歌颂的原因 再来最后第四天 10月30号 这是第四天的战斗 战斗整个持续的整天 守军摧毁了日军数量装甲坦克 但是其实也到了强弩之目 尤其是日军始终不能动用那些重武器 他们就开始威胁 如果呢 租界方面不要求这个孤军撤退的话 他们就要不顾一切的进攻了 所以上海的公共租界的英军司令 就首先他是很同行国军的 于他赠送私人的 他用私人的款项购买粮食弹药 赠送给四行仓库里的八百装饰 并且他冒险进入仓库会见谢靖元 他希望谢靖元能够及时撤出 他到租界来 由租界保护 谢靖元的回答是 我们军在以服从为天职 即使撤走也要有我们委员长的 蒋委员长的首令 否则我们是宁可战死在战地也绝不撤退的 当然了 这里我知道有人会说进入租界之后命运其实很悲惨 但那是后来的事情 在这个时候不走就是等死 或者说不走就是拼命 我认为这种决心跟勇气是很值得敬佩的 好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这些孤军继续奋战下去 那可能日军是真的不顾一切要强攻 万一把后面的煤气罐打爆了 造成大爆炸 或者是炮火直接波及到了 租界里面的英美民宅 那真的是大问题 于是当天傍晚 各国使节团正式提出召会 不过他召会对象是国民政府 要求国民政府下令撤军 然后呢 也要求日军不要用重炮攻击 免得殃及其他中立地区的居民 这是一个在 中立地带旁边打的战争 所以大家特别关注 同一天蒋介石下手令 告诉谢靖元 征重 然后呢退入租界 继续为国努力 有了蒋伟委员长的手令 那撤队就变成合法的 理所当然的 于是呢 部队就决定在10月31号撤队 本来根据那个租界里面的商团 跟日军的沟通 日军的指挥官 这个就是那个南京大屠杀元凶之一 松井石根 他本来在公开的会议上是说啊 同意并保障孤军撤出 他不会追击 不会偷袭 还敬佩中国军的勇气之类的 但不久就反悔了 所以孤军在半夜撤退的时候 还是有遭到日军的机枪扫射 10月31号深夜到11月1号凌晨 那800撞士开始撤离 深夜呢 谢靖元带了376人 分小队小队 逐渐退入公共租界 请注意这时候殿后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杨瑞福 我觉得他才是整个800撞士的核心吧 谢靖元团长是在进入了租界之后 才成为主要的发言人 而且这个杨瑞福在这时候也中枪了 他这时候胸部中弹 但他英勇奋战 大概有10个人 包含这个杨瑞福 在撤退途中 被日军的机枪打伤 到凌晨2点时 所有守军都撤退完毕 这就是800撞士十手四行仓库的故事 我知道后面还有很多不堪文问的后续 我不打算讲了 希望你们可以体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故事 跟我讲故事的方法 欢迎你继续订阅并且支持 并且收看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拜拜